哈喽大家好我是莫师 新年年到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给自己 或者是给朋友们准备一些 这个红色开运的小礼物啊 那我今天就集结了一下 我家全部的红色单品 来做一期新年送礼好物刺激 小黑瓶的这个新年限量包装 直接变成了小红瓶 看起来更贵了有没有 它呢也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一个产品 每次大家提到抗衰啦 修护基底啦 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想起小黑瓶这个东西 那它的作用呢就是修护基底 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干燥细纹 还有粗糙的问题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健康的皮肤的话 就可以把它当做精华来用 只上它就好了 如果你是脆弱皮肤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搭配手上已经有的其他精华 进一步的加强吸收修护基底 你们也都知道我从18年开始 觉得抗衰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 所以这次入手小黑瓶 也是想加强我的各项努力啊 进一步的延缓皮肤的衰老吧 它的质地是非常清透的那种 很好吸收 是绝对不会出错的经典单品 下一个是这个新年限量的精唇漆点 它这个里面是镜子 反正是我家低挞 这个包装也是看起来就很贵的感觉 而且它确实是除了贵就没有别的缺点了 我手上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周冬雨的 同函漆带也特别好用 那精唇这个呢就相当于是 他们家的这个高端系列的底妆产品是有养肤功效的 相当于是一个精华底妆的作用 就是你卸了妆之后皮肤状态也还是会很好 如果你想送底妆产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的话 这个就真的是首选 它这个logo在这里超好看 这个唇膏我拿出来你们肯定要心动了 它是这种完全不俗气的哑光的这种包装 磨砂盒的包装特别好看 然后这里写个2019 我拿到的这个色号是178 这个色叫开蕴红 这个色号呢完全不挑皮 黄皮用也很显板 下一个想说的是这两个 看来这个盒子你们也知道是什么了吧 就是SK2 这两个是我老公在圣诞节的时候 送了我两个圣诞礼物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是啥 大盒子里面是这个 大红瓶的面霜 然后还送了清明露 神仙水 那个洁面 还有大红瓶的小样 然后这个是100克的 我今年呢已经连续用空了两罐 这个大红瓶 都是用的是80克的 我这一瓶也是已经见底了 所以就即将迎来新一个空瓶 然后他也没有问我下一个 是不是想用大红瓶就直接买了 你买了我还是会用的了 其实大红瓶念叨了那么多年 对我来说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直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去北海道 那边很冷嘛 然后就大风吹吹吹 然后又日晒 加上又是满地的血 会那个光会反在脸上 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太注重防晒 然后结果就是我的脸 这种比较重点的部位啦 就出现了那种红红的 而且已经有种不健康的状态 我就特别怕 因为那个状态是我几年前有过的 是很危险的 然后当时我正好带了非常小的一瓶 这个大红瓶的小样 应该就是这个同款 就是这个同款的那个面霜的中样 坚持在涂这个地方 然后我离开日本的那一天 我这块红的就已经消失了 就非常非常的神 就大红瓶是有说 它自己是 紧致饱满淡化细纹 弹润光泽 紧致饱满和淡化细纹 这个真的其实你也很难 在短期内看到 但是对我来说 这几个月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 就是这个弹润光泽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它会让你皮肤达到一种 特别柔嫩的状态 反正每次拍视频的时候 你们都是皮肤好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也跟我做过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努力有关嘛 确实我今年换的护肤品 都是比较好的护肤品了 我觉得肯定是 对皮肤的状态改善 是有帮助的 然后另外一个小盒子里 装的是这个 大红瓶的眼霜 这个眼霜 我之前其实没有太关注过 它直达嘛 也不知道买什么 所以它就买了这个眼霜 其实我已经打开在右了 但今天为了营造这种 给你们看一下礼物的感觉 我还是把它装回去了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眼霜 其实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 我本来以为它会是那种 非常浓厚的质地 结果它上演超级清爽 就特别好推 以至于我有一点分不清 这个眼霜和面霜的质地 到底有什么区别 其实在我看来 好像就是一样的 那既然是同系列 当然也都是抗摔的作用了 那这个我就继续坚持用用看 然后后续来跟你们说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 下面我要说一个非常亲民的礼物 就是后面的这个座垫 其实我把它耗上场 纯粹就是因为它就是大红色的 而且我家真的没什么红色的东西 但我觉得它送出去就是一个非常实用 而且喜庆的一个东西 你看它这个座垫是花瓣形的 这个叫MTG的这个 就是矫正坐姿的座垫 这个在我今年应该是8月份 还是9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夏天的时候 就发过一个就是关于什么 贝贝加还有这个座垫的一个微博 我知道现在都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单品 虽然它不活动的时候要500多买 活动的时候双十一行打非常狠的折才要 也要400块钱 但我觉得它确实非常值得 就是你这样坐着 它是可以把你的腰完全给撑起来 就是你做的你会忽悠自主的 就是你自己做的很挺 但说实话 其实我刚坐它的半个月 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买错东西 因为真的太痛苦了 就是你前半个月你的腰 因为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用来矫正坐姿的吗 怎么会让我越坐越酸的感觉 我还专门去问了客服 我坐得很不舒服 是不是这个坐在的锅 然后客服也说的是 确实它在矫正你的这个坐姿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是会让你感觉到不是的 其实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你自己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了 这个坐在其实我家本来只有它一个嘛 然后我老公每天回家工作的时候就会坐着它 我在旁边就 我也想坐 然后这次去日本的时候 就做了另外一个更高级的版本 那个版本就是 坐在去觉得特别特别软 而且同时它也有矫正的作用 但确实是比较贵的 我觉得如果你想送类似的礼物 然后预算不会太多的话 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最后一个要说的是这个 它它它超漂亮的线头包 这个包其实我很早就想买 但是一开始看中他们家包 是那个正方形的那一款 但后来我意识到那个包 其实对哈比人是不友好的 因为它真的比较大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型的话 就你不用斜背 你手拎的话 其实这个大小就对我们小哥子来说是刚刚好的 然后我刚拿到它的时候我就超喜欢 因为它皮质真的太棒了 就比较好的包 你一拿到手一摸这个质感 一看这种皮质的光泽感 你就觉得我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然后它开口的方式也特别特别 是这有个大扣 然后你看从这里开口 其实它的空间是很大的 它是叫这个饺子包嘛 容量是很大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比较奇妙的是 它虽然开口是以这么一个畸形的样子开口 可是它合上之后这个状态就也非常好 就是它侧面这边是特别有特点的 我觉得很好看 夏天的时候我也是背了它拍了一组照片 我觉得特别大 是属于一种比较小女人的风格 因为我觉得是酒红色 它才会那种有小女人的风格 另外一个比较好看的颜色是棕色 它就会比较偏休闲一些 这个我觉得就看大家选择吧 但是作为新年的开运包 这个酒红色我觉得还是特别漂亮的 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些细节 超好看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这次跟大家分享的 新年送礼好物 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朋友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窝心的小物甲 那祝大家新年好运长伴 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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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